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是2.5%高貨儲的數位銀行推薦 搭配信用卡網購的部分,最高還可以享有6%的現金回饋喔 哈囉,我是群里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華南SNY下半年的優惠公告 在下半年除了信用卡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數位銀行都是有調整他們的優惠公告 有些呢可能是跨轉跨題的次數有更改 而有一些呢是在他的活儲利率上面有所調整 但是因為今年時局的關係啊 很多銀行都受到了降息的影響 所以每次數位銀行要公布他們最新的活儲優惠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但是呢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數位銀行呢 他的活儲優惠不降反升 那就是我們的華南SNY SNY目前的優惠公告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 他的活儲是屬於階梯式的 如果說你今天存款是0到5萬之間 你是以排購利率做計算 所以是0.08 但是你只要一存超過5萬 他的利率就會直接大躍升 你的存款金額只要是5到10萬之間 你最高可以想要2.5%的活儲利率 那我這邊幫大家簡單的計算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存了10萬在華南SNY裡面 你半年後可以累積到的利息 差不多就是645塊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5到10萬之間 想要2.5%的活儲利息呢 它是有一些條件限制的 首先第一個條件就是你今天的存款呢 要達到10萬 那你就可以先擁有2%的活儲利率 接下來如果說你利用SNY扣角基金成功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加碼0.5%的活儲利率 那就跟剛剛一開始跟大家分享過的一樣 SNY呢 它的活儲是屬於階梯式的 所以這個2.5%就只有在5萬到10萬這個區間 可以想要活儲的優惠 如果說你最近剛好想要找一個高活儲的數位銀行 我個人認為SNY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說它是屬於階梯式的利率 但是這樣平均下來其實也有1.2% 算是還蠻高的 SNY它是每半年給一次利息 所以下次複習的時間會在12月 那它每個月會提供5次的 跨行轉帳免手續費的優惠 而如果說你今天在年底前申辦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獲得100元的全家禮券喔 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基本上 都有2家的數位銀行起跳 如果說你今天手上的資金有10萬塊 想要找一家高活儲的數位銀行的話 其實花南SNY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除了可以想要高活儲之外 如果說你今天綁定信用卡的話 你在網購上面也可以想要非常高的回饋喔 那這張信用卡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那就是華南的i網購生活卡 如果說你今天信用卡綁定 華南SNY自動扣款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想要0.5%的回饋 那如果說你今天一樣利用 華南SNY扣角基金成功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加碼0.5%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是華南新戶 在網購上面就可以再額外加碼 2.5%的現金回饋 那它新戶加碼的部分呢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你最高可以刷到6000塊 所以你在網購上面 最高最高也可以想要6%的現金回饋 在很多網購神卡都逐漸下修 上的回饋的時候 華南i網購生活卡 還可以維持在一樣的回饋 說實在真的還算是蠻厲害的 而且華南i網購生活卡 它的特點就是 它網購任意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廣 而且你也不需要登錄啊 或者是搶名額 你今天就算綁定行動支付啊 也算是在網購的回饋上面喔 如果說你在下半年還在猶豫 不知道申辦哪一家數位銀行 或者是不知道申辦哪張信用卡的話 相信我這個組合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好啦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很喜歡 在這影片的話 不要去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喜歡當 才不會出我每次上線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加入會員 觀看更多的獨家資訊 還有我未曝廣的莫華絮 旋律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老實說其實華南i網購生活卡 真的是從很早期開始啊 就一直都是網購 大家必期到的信用卡 其實那個時候可能還有玉山優貝爾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華南i網購生活卡好像沒有那麼的顯眼 但是現在優貝爾回饋調降之後啊 華南i網購真的就是直接浮出水面 因為他的回饋啊 真的是維持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下降的趨勢 所以如果說你在下半年 不知道要申辦哪一家網購高回饋的信用卡的話 華南i網購生活卡 絕對是一個很適合你的選擇 那當你在搭配上華南SNY 就可以想要更高一點的回饋 以及高貨儲的優惠囉